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四位同学连同他们的帮唱嘉宾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争夺这个晋级的机会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 副歌是让你去发挥你应该要发挥的东西 但是整首歌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冲的感觉 你是我胸口有 你是我胸口有 在副歌的时候我觉得两个可能太用力了 我觉得有点撞相撞的感觉 整首歌跑拍 这首歌它起伏并不很大 所以你必须要用情绪的一种酝酿 来呈现整个故事的画面 今天你们都做到 今天不会公布淘汰名单 只是公布一位晋级者 也就是得分最高的那位同学 他会自动晋级 来 请看 恭喜标号是李英杰 已经有位同学率先晋级了 另外三位处于待定的位置 能否晋级就要看接下来学员们的表现了 没错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三位导师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的是 乾坤再造队的吴坤杰导师 八面玲珑队刘欣宁导师 以及杰出非凡队的林俊杰导师 当然还有决定我们学员们去留的评审团 首先第一位就是资深歌唱艺人 朱莉莉 接下来是歌唱导师何春新 资深歌唱艺人冯倩妍 欢迎三位 好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 非常的轻快 可以一边唱一边跳 一上来就可以把舞台给炒热 是 要演唱这首歌曲的是徐天赐 而他请来的帮唱嘉宾呢 也是我们黄金舞台的佼佼者江梅子 据说两人是在K歌软件上认识的 而且常常在网上切磋歌艺 欢迎他们带来这首彩虹铃 我们俩划着穿着彩虹铃 那彩虹铃 唉呀 Behavior 打热的流骑 那彩虹铃 sun utility 把彩虹铃 我九十七祝 det 或十七祝看猪見 那彩虹铃 義少年轻的 między人闹 斯 反俩然想看 poshe just 就好像两脚铃 也是同日生 让我两心相依 划着转到呼吸呀 你看呀嘛看分明 五水清呀照双云 就好像两脚铃 划着转到呼吸呀 你看呀嘛看分明 一个你呀一个我 就好像两脚铃 我们俩划着转到彩虹铃 那彩虹铃 对呀的郎有心 对呀的郎有情 就好像两脚铃 也是同日生 让我两心相依 我们俩划着转到彩虹铃 我们俩划着转到彩虹铃 那彩虹铃 我们俩划着转到彩虹铃 就好像两脚铃 从来不分离 让我俩一条心 我们俩划着转到彩虹铃 在彩虹铃 那彩虹铃 划着转到彩虹铃 你看呀嘛看分明 湖水清呀照双云 就好像两脚铃 划着转到彩虹铃 划着转到彩虹铃 你看呀嘛看分明 你看呀嘛看分明 两位带来这首经典老歌 我看得非常舒服 是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好认真 对 好会做 细节 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好像这个天赤兄 您划那个船 划得好认真 划得很船 那是因为坐在船上的姑娘吗 还是 她上船了我很开心 所以你的心跳 她上船了 你没有觉得船沉下去好多吗 喂 兵哥 你不要这样嘛 梅子现在整个造型 就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因为又瘦了几公斤啊 大概8公斤左右吧 哇 加油加油 那你从你一来比赛到现在 总共应该有受超过20了吧 10多了 10多了 还有进步的空间 对 比赛的不是她 要不回答 OK 天赤大哥 是划船辛苦 还是吹口琴辛苦呢 划船辛苦 划船辛苦啊 我们念了很多次 要念之前还要走圈啊 因为走圈很好笑就对了 怎么个好笑法呢 就是要 手要怎样摆动 脚要怎样咬 先走圈才可以排舞 那我们很好奇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你怎么会请梅子来帮唱的呢 我们通常在那个网上有唱歌 K歌 在网站上K歌啊 那种K歌软件 我知道 所以市场有互动 所以她的声线也大概会适合我 所以我请梅子来帮忙我 我也有参加一些K歌软件 他们经常会邀你去进来合唱 也就是送些礼物给你 所以你邀请梅子 梅子就一口答应是不是 是的 好 那到底有没有默契 唱得如何呢 我们就听听看我们评判老师们怎么说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庆言姐 天赐 这首彩虹铃 原本它是一个小调 所以看一下它的音乐本身是很轻松的 我觉得你们在处理这首歌的时候呢 如果用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唱会比较好 还有如果我们可以加 尤其是女生方面 如果你可以加一些拐音 就比较好听一点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点一点小调的味道 而且你们在对唱的时候 如果南方有种调侃 对方的那个 有带动它出来 就可以感觉到 你们真的是在调侃对方 这样子 这样会更完美 那在尾音的时候呢 收的那个尾音 唱的一半 掉下来就没有了 不见掉 所以如果你收的比较圆满一点 会更好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等很久了 为什么等很久 彩虹铃 明珠姐妹唱的 对 对 我刚就已经跟兵哥讲 我就是在看彩虹铃 我就要在想说 这个彩虹铃 要看一下怎么样采法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子采法 表情歌唱需要下一点功夫的 就是女的要翘 男的要 逗趣一点 对 因为男的要去撩妹 一面唱歌 看撩不撩得到的内衣 那种感觉 所以表情歌唱 现在在这个黄金年华 已经越来越少了 就是歌唱技巧 我是觉得说 气息是有点不够 然后天赤 老师 咬字要加强 那有你很多 吃吃吃吃 没有那种所谓的卷神 该有 该有的你就要有 整场看起来 整个东西都很活 我知道你会唱得很喘 因为又要摇 又要摇这个摇那个 你会唱得很喘 改次不要摇喘的 我们改次就是 小放牛 好吗 好 我点歌 OK 希望改次可以在你 自己那一方面的表演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如果你是单靠一板一眼的唱的话 会听起来很单调 但我喜欢你们在某些的字上 加上一些巧思 那我听了觉得有不同的味道 这一点我挺喜欢的 谢谢 其他我觉得都不错了 谢谢老师 很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都说了 老师们都是精心替你们打扮 你们不只在网上交友 你们这一套服装 也是网上购物的 对不对 对 那这些老师也下了一番苦心 我刚看他在那边教你们怎么笔手画脚 这些老师 他们今天的演出怎么样 满意吗 今天两位的话非常感谢了 非常感谢梅子 还有天赐的话 他们两个人都下非常多的苦功 在这一个环节上面 好多时候大家就觉得 这歌好简单 没有什么我们就这样唱 可是他们私底下练很多 然后都有构思 然后梅子的话是比较有经验的 然后常常他们来跟我练习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像那个大师姐 叫那个师弟 不要叫 天赐最后歌的歌 他开始没有我们撩 我觉得他太可爱了一点点 他演的好像是姐姐带弟弟去 我觉得开始 然后后来我们还说 你不是 不是陪姐姐去彩虹铃 那边是 这个是心有意的 一个小姐姐 你想去带她出去 趴脱的 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表演 那些动作 感觉做到就好 不要真的滑 就好像两脚铃 也是同日生 要我两心相依 你滑到后面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累了 因为有时就是我们想 做动作的时候 整个身体在弄的时候 其实你好像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动的时候 其实那个手 要好像一个话筒架这样 所以是不动的 不要有这样子 所以有些声音的话 可能就是有唱到 可是没有收到 所以要注意 谢谢老师 两位非常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非常成功的一段 这个表情歌唱 是 唱作俱佳的感觉 当然就是说 你们下苦工 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面 大家都幽默共睹了 恭喜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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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登场的呢 是黄莲思 那她的这位帮唱嘉宾 就是学长维伟 听说呢 莲思是第一次 跟别人演唱情歌 所以这一次呢 特别跟老公拿了准证 不过呢 虽然他们认识 只有一段时间 可是就好像 他所说的一句话 只要是爱唱歌的人 都是朋友 希望今天有出色的表现 一起来听这首 《深情相拥》 不愿放开你的手 此刻可否停留 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 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 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 不愿意的心中弹奏 不愿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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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山下 参与你相同的心中弹奏 我一合显的心中弹奏 好吧 千万不要开头 再对我说 爱情只会几夜不走 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 就让你我俩苍白左右 Zither Harp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 不愿陪月般滑落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真 爱如风雨翻涌 再次深情相拥 时间这一刻停留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 爱情只为今夜走 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 只让你我俩苍白左右 在我旁边又是韦韦 其他黄金年号的男歌手都很忙 只有你有空 我比较不忙 比较市场不大好 是吗 听说这首歌你上一次参赛也唱过 对我参赛的时候跟黄秀萍合唱 是 所以黄思就 为什么选到韦韦跟你合唱 老师 帮你安排的 对 OK 那黄思姐呢 其实我蛮佩服她的 为什么佩服她呢 就是我觉得她来参加我们黄金年华 但是她唱的歌都很年轻 而且就是很有余尝试 是 这首歌你平常有唱吗 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啊 那是你自己选的还是老师帮你选的 老师推荐给我 推荐的 然后你也欣然接受 是的 就是要尝试嘛 来比赛就是要突破自己 今天两个人的配合 让我们感觉到 相当的舒服 你们练很久吗 其实还好啦 练了几次这样 练了几次 那黄思遇到这个学长怎么样 很好 她很能够带动我 她能够给我很多tips 怎样 唱完还给你小费 她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贴士呢 好像走位这些 她都帮我 都教我 对 因为我是一个蛮 就是站在那边不要动最好 好 那我们再听听看 评判老师们觉得你今天唱的怎么样 好不好 那我们请春兴老师 其实我觉得两个搭在一起 是有火花的 谢谢老师 然后刚才你说 我觉得你的那个态度是很正确的 要敢于挑战不同的歌曲 这首歌有给我那种歌舞剧的感觉 那在歌舞剧呢 我觉得是说 她是一半唱 一半演嘛 其实我觉得是说 在动作方面是可以夸张的 没问题 歌舞剧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是说 难得再穿那个王子服的服装 女的穿公主的服装 其实我跟你画面 因为在刚才的那个灯光下 是很不一样的 那气氛是很不一样的 老师 会加分真的 我觉得我会 我会加分 好 很不一样 好 加油加油 谢谢老师 连生你要谢谢维维 因为她一直在令你进入状况 今天你们的搭配都很好 这首歌很深情 所以呢你要听的话 要很小心的听 因为她本身的音乐的起伏 并不大 所以你要把它掌握的好 真的很不容易 那这个内心感情的一个表达呢 有时我们不需要去刻意 因为在唱每一个字的时候 不要太刻意每一个字 就是硬硬要把它唱出来 你可以用很轻盈的方式 把这个字这样带过去 它就柔和了很多 因为这个是你在跟对方表达 或者是对方跟你表达 你们的一种深情的一种相拥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柔和的话 就变成你们会 两个人会融合在一起 就很 就真的是 melt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 今天你们都做得很好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 莲思 你的音色是很美的 谢谢 然后给我的感觉 是柔情似水 然后呢 我特别喜欢你一点 就是喜欢你的假音 你的那个呼 那个 那一个回应 一首歌最难表达的是没有歌词 就是要用 呼呼 阿 一来代替歌词 能把我们带进所谓的柔情似水的世界 扭坐到这一点 所以 你的假音是老师教的吗 老师真 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本身都有的 他可以做的 所以你的假音要多一点利用 好不好 希望下次看到你更好的表现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他身上与生俱来的这种假音 好 还有什么假的 从事招了 假睫毛啦 OK好 导师 其实JJ老师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 莲丝跟韦韦的组合 表现如何 好 刚才有 莉莉老师有说嘛 就 那个假音 其实好多时候 作为老师 其实真正要去看到学生的可能 然后好听的地方 然后 他之前有练过一些歌 唱了歌的话 我就会觉得 他有一些这些音色是好听的 然后 那个歌曲虽然他没有唱过 可是就是那一些 在这个歌声情箱里面的话 一些地方 他我相信 如果他把他自信放下去的话 一定是可以把它唱得 非常出彩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他今天 就是有做到那个地方 然后 韦韦当然也帮忙出点字 刚才他们在中间那个部分 这样滑手一点点的话 已经是尽量的加的部分了 我对这首歌有要求 就是说 尾音的韵要做得非常好 所以在他们两个方面的话 我们也做了 相当特别的舌头功了 OK 就是对韵方面的话 舌头功怎么做啊 没有没有唱歌的时候 那个舌头要练的 怎么练呢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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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咔咔咔咔 要不同的 那个韵才会 但是我们说 其实好多人说 不敢用什么鼻音啊 可是如果你的舌头 弦后韵用的好听的话 其实是韵 鼻子那个韵是可以用的 所以今天我可以听到他们 上了课以后有回去 有努力 所以两位都非常感谢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哇 所以你看呢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你们的努力 今天就让我们听得非常地舒服 有付出就有回报 对 今天你们舞台上精彩的表演 就是你们过去的 这个勤奋的磨练 对 谢谢你们 好 继续努力 加油 谢谢 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他说他要做一件非常大胆的事 那就是呢 他自己的那句话说了 在这个年龄不大会做的事 制造浪漫 和谁啊 啊 他要跟他朋友的女朋友 哇 谁这么大胆啊 那就是接下来这位朋友 周德来要跟他的帮唱嘉宾 那就是中会一带来这首歌曲 制造浪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 宽下 欢欲 烟花缭乱的霓虹 变成 感情无瑕的星光 一上眼 学你一样祈祷 但愿真的能够实现任务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思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的计算 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 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 怎样都拥不完 多奇妙 幻想 这城市喧哗的街 变成 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说话 别破坏这想象 要等你尽心畅扬 幻想 烟花缭乱的霓虹 变成 感情无瑕的星光 一上眼 学你一样祈祷 但愿真的能有树下人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思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的计算 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 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 怎样都拥不完 多奇妙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思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愿你能计算 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 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 怎样都拥不完 多奇妙 呢 呢 Laha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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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ha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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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真的是青春派的 对对对对 很轻松看得很轻松 而且得来 竟然会想到这个idea 跟朋友借女朋友来帮唱 你朋友不介意吗 不会 朋友很supportive 真的啊 可是你也借了一个太年轻 这才挑战 很难制造浪漫 起初的话 有没有交流 觉得交流会有困难 其实我只是见过他一次而已 就是三年前在一个karake 就是朋友一群朋友 跟他唱了一首歌你最珍贵 可是在上一场晋级了之后呢 知道是要唱duet 就是合唱 第一个就想到他 唱得不错 对 卫一你会有想象过 有一天你会陪他站在黄金舞台上吗 从来没有 外面有没有参加歌唱比赛 没有这是第一次 我们就感觉到说你很稳健 不会缺场 觉得怎么样 刚才那个感觉 紧张可是很享受 很享受 很梦幻是吧 对对 还在做梦 那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成不成功呢 就要听听看我们评判老师们怎么说了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请朱莉莉来跟我们点评 周德莱 我是觉得你的音色不错 但是有一个缺点 整首歌你都很喜欢用你的鼻音来代替 鼻音太重了 唱歌最怕就是用鼻音 你旁边这个女生 她很自然 她怕 但是她比你更大胆 她不会 这样有没有 她声音是很好的 改次你到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来参加我们的黄金年话 OK 好 还有等很久 还有等多久 23年 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都退休了 对对对 90多岁了 讲真的 你的音色是不错的 整个流程就是有给我们感觉到青春浪漫气息 然后呢 你没有给我感觉不舒服 只是我只是不喜欢你的鼻音而已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改掉 好不好 许言加油 丁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请青年老师 我其实蛮享受你们刚才的那个表演 因为很活泼 很Lively 所以 可是有一样东西我必须要提出 就是说 因为开始的时候 你的主音跟合音 有一点点不协调 像刚才 那基本上 那基本上我都觉得我蛮享受你的表演的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我们请春兴老师 唱歌声音是要弹性的 那么声音的弹性呢 它是有包括你的音高 音强 音的长度 甚至音色 还有那个气息 这些都是跟你的声音 声音都有息息相关的 所以还有比如说 我们声音的强 弱 时 虚 这些都是在歌曲里头发生的 所以你要去研究 它不只是 只是大声唱 它是有一些弹性 有些声音的强弱 你要去注意的 那我听到的是开心 但是我没有听到浪漫 我觉得你们表演的很开心 可是在浪漫这一块 我没有feel到 好 加油 好 再来 阿美武 我说他 他在跟你配合的时候 其实他 更 享受 我想你还是放不开来 这一点呢 你要稍微注意 你一旦上了台 我们是一个表演者 整个舞台是我们的 你要投入它 好不好 你们在这好几次的彩排当中 其实也非常的熟络了 到我跟阿美已经非常熟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情形在正式比赛 我表演的当中 其实不应该存在的 不过还是觉得很好一点 就是说 你又把整个氛围都有表演出来了 好不好 那么这种情形 你在配合上呢 还要多加一点注意 就是你们太注意这个步伐 而投入不到那个气氛去 这一点也可以吸收 好 我们再努力 可以 谢谢老师 今天最后一位参赛者是陈淑云 他也请来一位爱唱歌的朋友 迪扬 对 他们的合唱歌曲是许愿 他希望借由这个歌名呢 给自己带来好运 能够呢 勇敢的闯关 闯关也是需要勇气的 是 有请两位 我喜欢回味 记忆的美 让人懂得更新 你心在让谁 听你喜悦 对你掉眼泪 嘿 好久不见 啊 请你许可愿 要感情 不曾那么容易变 让心不别距离 拉得太遥远 哦 记得这卡片 你只是感觉 收接人叫永远 像是你有滴了一杯热咖啡 生活有了你的温柔 调味 哦 记得这卡片 画你的笑脸 写足够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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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我的名字 莫列一百遍 好梦就会成立 水性实现 我习惯感觉 我习惯感觉 记得美 能让温柔 无眠 你 现在让谁 要感情 问你的脸 疼你的一切 嘿 好久不见 请你许一个缘 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 任性不被距离拉得太遥远 我记了这咖啡 你只是感觉 受缺人叫永远 像是你又滴了一杯热 咖啡什么有能力的温柔调味 我记了这咖啡 环丽的笑脸 写祝福的留言 请把我的名字磨练一百遍 好不就会沉迷水尽失险 陳淑芸 厲害 请到一个职业歌手来跟你帮唱 是的 是的 很难得 可以有这个机缘巧合 可以碰到这位帅哥 杨我们很熟的 对 因为就是有一个机会 就是跟 我是叫做Wiki 就是在一个直播平台 直播平台里面认识 这么巧又 她说要参加这个帮仓比赛 淘汰赛 然后就邀请我 然后我就好吧 我人很随和 反正现在疫情都不能够表演 来这边表演最好 就有空跟她一起练唱 对不对 帮帮唱 不过你平常都是唱华语歌多 还是唱 其实基本上我是广东歌比较多 是 OK 所以这首歌对于你来说 也是练唱新歌 我还没有唱过这首歌 第一次唱 真的啊 那树云姐呢 你呢 对 这是第一次现唱这种 非常深情的合作歌曲 那么是 流行老师说 听到迪洋 她就说很放心 她说她是一位很稳的歌手 这首歌啊 树云姐对你来说 最大挑战是在哪里呢 这首歌最大挑战是 第一次尝试这种风格的歌 就是很多假音部分 那么 欣欣老师说很适合我 叫我一定要选这首歌 所以这首歌也非常的新鲜 很少人有唱这样的歌曲 是 好 那这个尝试的如何 我们就要听听看 评判老师们怎么说了 对不对 好 首先我先说你的服装 很好看 谢谢 OK 其实在情歌对唱的时候 它有分类的 有些是比较悲伤 有些是比较浪漫 有些是比较甜滋滋的 那这首歌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比较属于甜的 但是我在你们两个在对唱的时候 没有看到那个感觉 所谓的甜度 就是说在视觉方面跟这个 听觉方面 要人家感觉到你们是有 那种传情达意的那个意思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你们有去研究的话 就会不一样 OK 加油加油 谢谢 俗云 你的音色是有一点偏薄的 所以你加不起那个大歌 所以你就要用这种俏来取胜 所以你老是选歌是选对给你 但是呢 你的咬字就要由带要加强 好不好 这首歌也没有什么 我是个人的感觉 这首歌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发挥到你的强处 第一段的时候 Ricky几乎是整段唱完 所以我就会想 蛤 你是主唱 为什么第一段Ricky全部唱完 你都没有什么机会唱 那我再 再回到第二到第二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 原来是有轮流在唱 但是呢 这个 你毕竟还是 参赛者 所以 邦邦唱 只是把你带入那个意境 你选歌的时候真的不要给邦邦唱超越你 好不好 谢谢 所以Ricky 我是有讲你好的 你不要这样子的样子看着我 OK 你唱歌是真的好的 所以变成说 你选邦邦唱是选对的 但是有时候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办法超越他先 你有没有办法超越他 你不要找 OK 谢谢 苏云 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初恋的感觉 他又甜蜜又单纯这样子 所以呢当你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当做你在初恋的时候 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甜蜜 那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下歌 有一点点紧张 OK 可是后面就OK 那当然你在咬字部分那边 你可能要再加强一点点 你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 就缺乏的那种交流度 就不够 就是你唱你的他唱他的 而你脸部的表情也没有那么的甜蜜的投入 所以如果你加多一点情感进去的话 可能这个歌会觉得很柔和很多 好 加油 苏云是我很喜欢的学生之一 因为他很听话 他之前已经有一些经验 但是他把他那些我所谓 觉得不好的地方他都去改进 为什么选唱这首歌呢 是因为许愿从来没有人选过这首歌 然后呢 当然今天你选到Ricky 我很放心 但是我今天觉得无论你放什么歌 他都会盖过你 这个是绝对的 你去看一下你自己演唱 跟现在你进步了很多 我很开心 真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 你们的表演 我一定觉得很满意 因为是我选的 我教的 所以会满意吗 我们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恭喜你们了 代表你的老师呢 非常满意你们的表现 好 恭喜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要谢谢我们今天的三位评判嘉宾 辛苦你们了 谢谢 一首首合唱金曲 深情演绎 高手过招 旗鼓相当 哪一首最能打动你的心 诚绩已经出炉了 是 但是我们不会事先公布这个淘汰名单 只会公布其中一位晋级者 那当然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这一场 四位同学当中最高分的那一位 所以呢 既然是最高分 代表呢 你能够直接进入我们下一个回合的比赛 那现在呢 就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最高分到底哪几分 我们先看 77.8分 上一个回合的比赛 就是第一场的比赛 我记得他们最高分是79.3 对略高 是 好的 那77.8分 是编号5 还是6 还是7 还是编号8 请看 恭喜黄莲思 恭喜恭喜 拿到最高分 代表呢 你是能够成功晋级到我们下一个回合的比赛了 恭喜你 好 那么其他三位呢 还在带定去 是 那要等到下一场 对 比完之后才知道你们能不能晋起 是的 好那与此同时呢 也要谢谢我们三位导师 你们辛苦了 谢谢 好那下个星期呢 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第二回合淘汰赛最后一场的比赛了 是的 继续锁定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热铃有活力 绝赛 推去大决赛了耶 哇 推得好快喔